本投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中邪三 鬼门开 中葵神迹在线 又要来斩药出没咯 加入泰国古曼童传说元素 也是再一次对上葵师傅放进来了歌仔器 跑酷 还有父子轻轻纠葛 一起来看看天命不可为吗 到底能不能渡过难关呢 一年一度又来到了竞技有过多的鬼乐咯 要应应景一下 这一次Wi支持我们的国片 嗯 也可说是已经是国产鬼片的口碑品牌了 融入台湾诸多的传统文化与西出的中邪系列 鬼月鬼门开 没错 就来看看这部中邪三 鬼门开 在国片里面这系列算是真的很厉害了 已经是出到了第三集 而且还是在继续求新求变 当然除了主要延续的中鬼厨药跟吊岛之外 第一开始贴近了副标题的鬼门开 就在农历七月台湾民俗所称鬼月开鬼门的前夕 看到一处有一位阿婆在做法供奉了古曼童 这是流传在泰国的一种因临信仰 只是呢 搭配了这样一个鬼门开前戏 故意搞得阴生生的 确实就让人感觉到了一整个很有事 再加上了镜头照到另一个鬼影床床下岸的房间 看到了一个爸爸很惊吓的过程 这个难得后来上吊 鬼门才刚开就有大事发生了 电影在开场之后 显还是把镜头暂时转回到中部 前面崩溃了中邪第一集 葵将中邪二 故事主要都发生彰化台中烟海一带区域 虽然呢 过来也还是从这边来带入主要角色 像是陈伯正 饰演的阿西斯 刘国少 饰演的阿怪 就是延续的一二集以来的法师跟打杂小住所 看到的是 透过国悦 中部宫廟拜拜 普渡祭司活动带出了香气台上 特别起来跳中和的这位 他是这一次年轻有为的男主 张力虎饰演关于他老爸的事 李清文饰演的五熊 他是阿西斯的师弟 也看到了通过阿西斯跟五熊的谈话 可以知道阿西斯对关于赞予有加 说是可以当法师的料 但五熊却非常不赞成关于去当法师 这其中有故事 等种后面的剧情才会另外来揭晓 而其中有趣的是 机台上大大的一华元 其实他们就是明华元的第四代团 也根据了电影花区的介绍 可以知道 这次剧团跟明华元合作 特别编的另一段戏 就是剧情里面关于跳中和的这一段 甚至还不只是加入了歌踩系的元素哦 哈 让人演技尿的部分 上面拆上了之后 往器台下空翻一跳 过来竟然再耍了一段跑酷 这鬼门才刚开就发生这种事 我没有在信那些的 对了 W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的 这一段就是要这样 鼓励吓一下大家 嗯 剧里面的这位老板娘 也就跟大家一样 由魏龙所饰演的王华 她经营的一家旅社 就是前面所看到 哪个男的删掉了那一家 没有错 美黄大女社就是这次事件的主舞台了 从一开始有人上吊 到这边老板娘王华发现 这一整个可怕的下人 清长实状 不过这还不是剧情里面最可怕的事情 包括格局气氛 就人家在说的 因气很重 这次其画面中 走廊是不是会有球丢出来 非常非常诡异的 前面做法的阿婆 古曼彤 也是跟这一栋 古怪到不要不要的大楼密切关联 而另一边在台中 关于远处搞了一段跑酷 看到除了被老爸训了一顿之外 其实还另外发生了一段 戏团女生突然中期了意外 然后那时候协助驱鞋的 这位女孩看起来很严重 原来她就是第二集女主 学样子饰演了嘉明 所以想知道嘉明发生过的事件 去回顾第二集 而也说在台中之后 他们回到台北 很倒霉的 各位看到了 关于跟她朋友 古威跟闹鬼女社 扯上关系 里面上所饰演的故威 是帮关于拍跑酷的好朋友 而事情是这样 牵上关系的 在女社发生上吊之后 看到了老板娘 网话老朋友 大家都很说吧 这位小姐 有王彩华饰演的俗品 经常都会在美黄大女社 租一个房间来办事情 所以在事情发生了之后 也很运气帮忙的 书品打电话给顾威 请她帮忙整理这个房间 然后呢 本来跟顾威一起拍片 练习的关于 想说也一起来帮忙 装一些外快的 但偏偏就那么随微 这是躲一躲不掉的劫难 再来 松落众是这部鬼片系列 触发的核心 也就如前面电影所营造出来的概念 上吊自杀 一整个 实在产生非常极深的怨念 从里面 网话跟书品的对话 可以知道 是上吊男的老婆先上吊 他们小宝宝后来也挂掉 然后那个男的住进来不久 就离奇想不开上吊 更怪的事 透过顾威开直播过程 可以看到了 房间里面乱写的字 军里面说的太文 导致不清楚写的是什么啦 懂得可以来说明一下 但不管如何 直播开着开着 顾威就真的撞鬼了 刚才两集不大一样 这一次中邪三巨型的主轴 比较起来 松落中的主轴 明显就淡了很多 因为重点的场景 都放在这一间美皇大旅社这边 特别是以621这间上吊的房间 为核心相外扩张 哦 当然也不只是这间吊警房啦 整个旅社可以说 就是走一个鬼屋鬼店模式 像是刚刚说过的 走廊时不时跑出一颗球来 是闹鬼 还是老板娘的儿子 瑞瑞在调拼呢 确实 前半剧情是形式了一个很吊鬼的状况 看到了王华在跟儿子说话 在屋里玩球那一段之前 却都没看到人 嗯 其实后来 关羽有听到小孩声音 后来在屋里关羽似乎也有看到瑞瑞 但不就想说 关羽应该有离体质 所以看得到吧 而这也就是剧情故意制造的一个悬念 命道被上了 开始弄鬼屋射 真的越来越不烫了 从枯位在621里面 真的撞见 有人吊在上面情景 电视窝安打开 修出了那个难得 相关的影像 下属人的小宝宝 还有背景慌来慌去 应该是他老婆 哈 WK电影师 其实Beat还没有领悟到 后来回家之后 在比对下之调 才猛狼竞权到 出现在第二季片尾 也就是第一集的男领主角 没错 应该是三调难得 就是周承恩 饰演的家维侯 意思也就是说 在第二季片尾 大家所看到的 他们在医院生了一个小宝宝 之后回台北 如果说开场上调 这边变成厉鬼的是家维 那电视影像里面 晃晃的 这边帝也没露脸 不过理论上 应该就是前面 夏宇桥 饰演的 舒娱乐 真的也是定的遗憾的 终究还是没人逃过 节能 而这样过来 也都说得通了 五熊再看到 过夜直播 再知道 关于他们 进到闹鬼旅舍 有危险 所以后来 五熊打电话 给阿契斯帮忙 再加上这时候 刚好也来到台北的 家民阿怪来助阵 还有 剧情也是蛮应景的 说到鬼月鬼门开 在台湾农历 七月 确实啊 有超多经济的 这次电影又在帮烈了 很多出来 相识七月 就不宜做法 松若重哦 又选到了一刻 但就是那么糟糕 里面帮烈出来 不能做的 果然一一都被翻了禁忌 嗯 有上电话闹鬼的 六二一号房间 崩开 古为倒大梅 之后再不听到的 很贴旨 不信邪的关于 而这其中 跟行为十般诡异的老板娘 又有什么关联 再来呢 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出现了 像是陈威明 饰演了 晚华会家暴她的前老公 但郑婉婷饰演她的 小三女朋友 就很刚好 也在这个时间点 出现在这边 说是要一拿 这间女色的房屋权状 哈 没意外 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要GG完蛋了 也是相当有意思的 前面时不时出现了球 在小屁股 小三的遭遇 撞回这一段当中 W哥认为 不只是很有鬼屋 闪灵地眼的feel 更有趣的是 一直到不出去的走廊 甚至是一堆球 凭空不断地冒出来 是不是有很像 鬼店里面 电梯宣泄而下的 血水那样 只是这边女色 没有电梯 血水这边 换成了一堆球 总是来找 晚华麻烦的 前老公小三 在这边 后来都被 不知名可怕的东东 给解决掉了 前面不是有提到 武雄要救他儿子吗 没错 武雄也是一个 会扮中回 除妖的法师 只是呢 这波重点 不在武雄 而过程中 光一不小心 叫他老爸 所以后来 武雄被打伤了元气 没有办法继续 然后再带大家 回到了古曼彤的题材这边 确实鬼的情节 里面暗藏了有玄机 刚才说过了 老板娘跟他儿子 瑞瑞很有事 这部分被W给撂中 就来跟前老公 争执过程 加上后来线索 可以知道瑞瑞不是真的 原来之前 晚华车祸 害死了他儿子 现在所谓瑞瑞 其实是通过 泰国阿婆的帮忙 自己召唤古曼彤 因临的形式 继续跟晚华在一起 只不过 为什么后来 会变得那么残暴呢 这中间 一直都是在帮忙网华的好朋友 也照样被刮掉了 中邪三鬼门开 连同前两集 一样都是廖士涵 也跟第二集有类似模式 以天命跟亲情来连贯 一开始阿西斯 说关于有伴中回的 只是有天命 但五熊不愿意儿子当法师 这其中原来是有心酸 原因是在于 关于小时候跟妹妹在河边玩 不小心梅姑娃妹妹 结果妹妹被河水淹死了 因为梅姑娃云一直内心非常愧疚 也有阴影存在 而后来更是看到了 那天其实 原来是五熊带他们两个去河边的 在当时呢 五熊扮成中回 在河里一边做法 所以相对来说 但爸爸的 对梅姑娃小朋友 也是一样非常自责的 大家应该也还记得 第二集 天命的传承吧 李汉森 四爷阿火 把天命传给家民 说是中回的妹妹这边呢 看到了在不舍的亲戚之下 为了救儿子 五熊欺责自己 但能不能够唤醒关于 承担天命呢 也是在欺身欺命 自杀中回 诅咒之下 到底关于 加上个家民 有没有办法 斩妖除魔 度过劫难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 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 后想保有点神秘感等 请你看到这里 就好咯 他一定会对待天命的人出手 我的天命 就是算把我身边的人害死 好啦 军怪 终于掀开了底牌 原来呢 透过家民来到这边 所感应到的 也证实了 就是前面的鬼师傅 鬼王还没有被消灭 原因应该就是跟着 属于他们家 来到台北咯 而实际想到的鬼师傅 前面跟中鬼 结下 神仇大怨 也是可以看到呢 其实就在鬼门开那一天 借由了家为商量之后 是在另外找尚未来 也就是古漫童被黑化之后 变成更强大的鬼王了 同时也是延续了 第二集七生七命的玩法 家为 孤威 前老公 小三 孰平 五熊 孤威就连住在屋顶的 泰国阿婆也照样 成了第七个 收集满七个 换大奖 鬼师傅 鬼王更强大了 但不用怕 我们这边有关于 家商家民啊 他们一个是中葵 一个就是中葵小妹的战队组合 可以看到了 其实从小跟在老爸旁 都有在偷学 所以也在老爸提醒 跟精神同在 加持之下 当然还有原端的阿兴斯 在帮作法助阵 终于 结果还是邪不胜正 关于和能力踏干部 在踏完的第七部之后 但成为给他批了下去 可及可耳 大功告成 终于是再一次战胜了 鬼师傅咯 总结来说 持续创新 也相当有诚意的一部鬼片 要问W的话 这次还是给这部 一个中大的恐怖登记 整体平均来说 确实展现出 中等以上的优异表现 不是说非常非常恐怖 因为该恐怖的地方 都可预测到 但必须说 蛮不错的 该有恐怖元素都具备了 游戏这次聚焦在 美黄大绿色的 下人鬼屋场景 在里面整体阴神气氛 毛骨怂然布置 确实很赞 然后也还要 帮战下一下 除了持续一国鬼元素 更赞的是 再加入跑酷 隔台戏的部分 值得鼓励 就像也融合了 传统竞技元素 一国风等等的 这些都上折磨店 看起来不无聊 真的很不错 而且在事件结束之后 有趣哦 关于继承副业 再次看到关于半个中回 这次呈现的 新潮造型 恩尔球要战队 现在由阿西斯带头 关于嘉明 好了 安怪也算他一份 接下来呢 没看到 最后有一个片尾 后后 再次糟糕了 原本工作的 印尼小市店 遭到邪灵入侵 老板跟老板娘 接场遭毒手 而且死状击惨 所以是鬼师傅 还在作怪 或者下次续集 换成是印尼来的邪灵 要出头了呢 大概就是这样了 还有什么意见 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众邪三 鬼门开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 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掰